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期视频我们来勾制这款五彩兔子的小玩偶 我们也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放一些香料 将它挂在包包上 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它的身体部分开始 3.0毫米的勾针 五骨的牛奶棉 首先,环形其针 先锁三针 这里的锁针也算针数 继续,在缓起的线圈,勾制13针长针 二 三 14针长针结束后 将缓起的线圈拉紧 在这一圈第三针锁针的针目 勾制一针引八针 再将线圈拉大 断线 接着换线 从第一圈最后一针引八针的针目 重新起线 锁三针 在同一个针目 勾制一针长针 第一组加针结束 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 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一共重复14组 两组 继续,在第三个锁针的针目勾制一八针 拉大线圈 断线 继续换线 在第二圈第一组和第二组加针中间的空隙处 重新起线 线锁三针 在同一个空隙处 再勾制两针长针 第三圈 是在上一圈每两个加针的空隙处理 各勾制三针长针 十四组加针结束 在第三针锁针的针目勾制一八针 拉长线圈 对线 继续从一八针的针目重新起线 锁两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针目各勾制一针长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加针 继续在这一圈剩余的三十四个针目里勾制一针中长针 一针锁针 继续在这一圈剩余的三十四个针目里勾制一针中长针 各勾制一针短针 短针结束后在这一圈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锁一针 继续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在这一圈46个针目里勾制一针短针 一圈短针结束后在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制一八针 锁一针 断线将多余的线头隐藏在织片的背部 再用同样的方法勾制一片相同的织物 第二片织物结束后要预留出多余的线头 耳朵的部分继续缓形起针 线锁一针 第一圈再缓起的线圈勾制六针短针 六针结束拉紧线圈 接着螺旋勾制短针 直接从这一圈第一个针目开始 先勾制一针短针 要用记号扣在每一圈第一针做标记 在下一个针目里勾制一针短针的夹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再勾制两组夹针 第三圈的规律是从记号扣的针目开始 按照两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三组 在这一圈最后一针加针未完成之前 直接换线完成最后一针短针 换线后的第四圈 按照三针短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 重复三组 将蓝色线端线后继续勾制 接下来就按照第四圈同样的换线方法 根据屏幕上方的图解规律 将耳朵的部分勾制到第十四圈 第五圈到第十一圈 是每两行换一次线 最后的第十二到十四为一种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过比较美丝 未完成最后一圈 如此细线 能够辨尽 第十四圈结束 剩余9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印拔针 锁一针 拉大线圈 断线 预留出缝合的线头 鼻子的部分继续缓起 先勾置三针锁针 接着在缓起的线圈 勾置12针长针 12针长针结束后 拉紧缓起的线圈 在这一排第三针锁针的折目 勾置印拔针 锁一针 断线 隐藏线头 在织片的中心位置 装置鼻子 将5毫米的眼睛和鼻子 固定在其中的一片织片上 再将做好的绒球 粘合在另一片织片 接着 再用卷边缝合的方法 将两片织片缝合在一起 要在织物为封口之前 填充少量的棉环和香料 最后在织物外侧边缘的位置 缝合两只耳朵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